大家好 欢迎收看九九爱娱乐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时评 为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推出的大型港月经常综艺节目 声声不息开播后迅速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节目多个话题登上娱乐热搜榜 以目前的趋势来看 声声不息大概率会成为今年的大爆款综艺 看了第一期节目发现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 在所有参赛歌手中有三位歌手跟好声音有关 他们是李健 李克勤 单依纯 其中李健和李克勤是好声音老师 单依纯是李健的得意学员 同时也是好声音第九级冠军 更进一步说声声不息邀请了李健 单依纯师徒 却没有邀请李克勤的冠军学员吴柯月 声声不息定位为一档港月竞场综艺节目 而吴柯月又是粤语歌曲的后起之秀 参加好声音第十季时 几乎全程用粤语歌曲参赛 最终夺得第十季总冠军 按理说 吴柯月比单依纯更适合参加声声不息 但她却没有被邀请 对她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吴柯月夺冠也有半年时间了 除了参加过几档晚会 目前还没有参加过综艺节目 以她现在的状况 确实需要参加一档爆款综艺来提升知名度 不然她很可能会被遗忘 最终销声匿迹 再看好声音第十季的亚军王靖文 之前就参加了浙江卫视推出的 全新社交音乐综艺节目 闪光的乐队 知名度进一步得到提升 而作为总冠军的吴柯月 却没有这样的待遇 现在声声不息邀请了同为总冠军的单依纯 却没有邀请擅长粤语歌曲的吴柯月 让人不得不怀疑 难道吴柯月就这么没有市场价值吗 想想单依纯夺冠后 各种热门综艺上个不停 单曲发了一首又一首 两年不到的时间 就已经成为新生代歌手的佼佼者 而同为总冠军的吴柯月 论综合能力并不比单依纯差多少 而她自夺冠以后 没有综艺单曲也少 曝光度明显不够 再这样下去 她可能就真的要跟其他几位总冠军一样 逐渐被大众遗忘了 吴柯月想要在乐坛立足 急需通过参加一些爆款综艺 来提升自身的曝光度 错过了闪光的乐队和声声不息的吴柯月 好在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档综艺 那就是天字的声音 据悉 在本周天字的声音第七期节目中 吴柯月将以飞行音乐合伙人的身份加盟 而这也是吴柯月则好声音夺冠后 参加的首档综艺节目 消息一出 吴柯月的粉丝表示非常期待 因为大家都在期待吴柯月的露面 浙江卫视重不重视吴柯月 通过这次吴柯月上节目就能看出来 如果吴柯月能在节目中多留几期 多唱几首歌 那么说明浙江卫视还是比较重视它的 如果吴柯月只是一轮游 如果仅仅是让它露个面 那就是说明吴柯月不在浙江卫视的观照范围之内 所以我们就等着本期吴柯月的到来吧 看看它能不能惊艳全场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 敬请关注